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泉龙 我是Cludera的研发工程师 在开源社区呢 我是Impala的PMC成员跟Committer 同时呢 我也是ORC 也叫AUK的这个Committer 今天的分享主要分三部分 我会先介绍一下Impala的基础知识 然后介绍Impala 4.x的新功能 最后介绍一下Impala的技术路线图 先介绍一下Impala Impala呢 是一个SQL Hadoop的系统 就是提供SQL接口 那你能访问Hadoop上的数据 进行这个数据分析 然后它是一个MPV架构设计的 这个SQL引擎 它面向的是这种交互式的 这个集系查询 也叫ADHOG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呢 Impala支持的是开放的存储 跟开放的文件格式 开放的存储呢 就是说HDFS KUDU S3这种 大家都可以访问的这个存储 开放的文件格式呢 就是指Paket ORC Evro等等这种通用的文件格式 Impala是没有自管存储的 也没有自定义的这个文件格式 Impala呢 作为Cloudera开源的一款旗舰产品啊 它有很多这个企业级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安全的这个认证 授权的这个检查 权限的检查 数据血缘的追踪啊 审计啊 等等这些功能都有 那我们有超过1400个用户 在使用Impala 部署Impala的机器呢 又超过9万台 在扩展性方面呢 单机群呢 又不少机群 扩展到了超过400个节点的这个规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Impala集群长什么样子 Impala呢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 也是用传统的这种Must Walker的这种架构来设计的 右边第一层呢 展示了Impala的Must的节点 Impala里面有两个Must的节点 一个叫StateStore 它负责这个节点的这个管理 还有这个心跳的管理 负责节点的发现等等 那第二个Must的节点呢 叫CatalogServer 简称为CatalogD 它负责这个原数据的 跟外部系统的这些原数据的交互 它会从HDFSNameNode HiveMetastore SendryRanger等等 去拉取这个原数据 然后缓存在自己的内存里 提供给Impala集群去使用 第二层呢 就是Impala的这个Worker节点 Impala的Worker呢 也叫这个ImpalaDemon 简称为这个ImpalaD 它们就是整个集群的这个执行层 计算层 所有查询的这个计算 都在这层去解决 再往下走一层呢 就是存储层 这都是这个外部的存储 像HDFS CUDO等等这些 都是外部的存储 值得一提的是呢 Impala的所有这些Server呢 它都是无状态的 它们的存储呢 它们的数据呢 数据都是存储在外部存储里 每一个Server呢 它都不会把任何数据给持久化在本地磁盘里 所以任何一台Server挂掉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在另外一台机器上把它拉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再做集群运维 迁移等等之类的事情的话 就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做任何数据的迁移等等 刚刚忘了介绍 Impala的每个Worker 它可以有两种角色 就ImpalaD 它有两种角色 它可以是一个Coordinator 它也可以是一个Executor Impala集群呢 可以有多个Coordinator 跟多个Executor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Coordinator呢 就负责跟客户端打交道 它会缓存一份这个原数据 从CatalogD里获取一份原数据 缓存在自己内存里 然后用这个原数据呢 对客户端的这个查询请求 做这个解析 生成执行计划 当然也会做一些优化等等的 然后把这个执行计划 调度到Impala集群里 去进行执行 当然它这也会控制这个并发度 也叫这个准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 使得这个查询里的 使得这个集群里的 这个查询并发 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然后Executor呢 主要就负责这些执行计划的 分布式的执行 他们会从外部系统 这个读取数据 然后在里面 分布式的去进行这个查询计划 具体是怎么执行的呢 可以去Coordinator的网页 看这个每个查询 它的这个执行计划长什么样子 它可以有两种模式 像左边这样展示这个热点 整个计划的这个主要耗时在哪个operator 用这个热点来展示 它也可以像右边这样 用这个颜色标记出不同的这个执行计划的分片 每一个分片会作为一个单元被调度到这个 Impala地上去执行 那以此呢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Impala查询的这个执行方式 那下面还列出了Impala的一些内部的这个技术点 比如说Impala的后端执行层 是用纯7++的代码去写的 那这样也避免了这个Java GC的一些开销 然后Impala呢是用MPP的架构来设计的 它使用HDFS的这个短路读的这个功能 可以像读本地文件系统一样快速的读HDFS上的这个数据 然后右边我们展示了一个查询 它的这个分布式执行的这个样子 每个Impala地利用这个HDFS的这个短路读 来这个读取这个数据 然后数据读进来之后呢 它就是完全在内存里进行计算 当然内存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一写一些数据到这个磁盘上 减轻内存的这个开销 这个机制也是特别的沉重 然后整个查询的这个执行呢 是分布式的 不管是聚合还是Join 都是分布式的在执行 然后另一个维度呢 这个整个查询呢 又是分成这个多段的这个流水线去执行的 流水线的方式呢 使得这个产生数据的这个延迟 可以尽量的这个降低 然后Impala里呢 也有CBO 就是基于代价的这个优化器 然后使用的是Runtime的这个CodeGen的这个技术 在运行时生成一些更高效的这个代码 然后也有使用这个RuntimeFilter这样的技术等等 然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挑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RuntimeFilter RuntimeFilter呢 它就是在运行时生成的Filter 区别于你这个查询条件里写的这个Ware条件 那些是静态的这个Filter RuntimeFilter呢 是在运行时 根据你读进来的数据生成的 这里展示了一个HashiJoin的这个两层 HashiJoin的这个例子 每个HashiJoin都有两个输入 然后其中一个输入是BuildSight 这个一般是这个小表 小数据级的这个输入 那HashiJoin呢 会首先把这个BuildSight的数据 完全读进内存里 然后构建成一个Hashi表 然后再开始读这个大表 就是ProbSight的这个数据 然后把大表的数据每读一行 就在自己内存的这个Hashi表上 做这个探查 能找到的 能查到的话 就表示Join上了 就往上走 那Join不上的话 查不到的话 就表示Join不上 就丢弃掉 那在这个状态下呢 这个HashiJoin呢 就类似一个Build 对吧 满足条件的往上走 不满足条件的丢弃掉 那作为一个Build的话 它就是可以下推的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把HashiJoin 这个Hashi表给下推到这个ProbSight 去提前过滤数据 当然这个Hashi表的这个数据太大 我们不可能整个下推下去 所以我们一般会抽一个特征给下推下去 比如Broom Filter 或者Min Next Filter 或者Inlace Filter 以这样的形式下推下去 它们也足够提前过滤掉大部分的数据 那把这个Run Type Filter下推到这个ProbSight的这个Scan之后呢 它可以提前过滤掉这些无效的这个分区 无效的这个文件 还无效的这些行 这样就能节省后面的这个计算跟网络 这些内存这样的开销 那这是Run Type Filter这个技术 这个在性能优化上是 效果非常明显 时间关系我们也就不再介绍 Impara更多的技术细节 我们接下来介绍 本次分享的重点 就是Impara 4.x的这个新功能 我们回顾一下Impara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时间线 最近的6月份发布了这个4.1.0的这个版本 但是呢 我们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微信 技术微信群上看到大部分用户 很多用户吧 讨论的都是CDH6或者CDH5里面的Impara 这里面的Impara呢 要么是这个三年级的版本 要么是这个二年级的版本 他们都是1819年发布的这个版本 都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了 老版本的这个Impara呢 不管在这个功能上性能上 还是在这个可靠性可扩展性上 都有很多这个局限性 所以非常的建议大家去升级 或者去试用这个4.x的版本 这也是我这次分享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动机 好 那提到升级呢 首先就是要考虑一下一些升级之前的坑对吧 4.0呢 作为一个大版本 它都有一些大版本 都有一些不兼容性的改动 那Impara 4.0开始呢 我们不再支持这个Hive2 也不再支持这个LJO 然后不再支持这个Centry 转而呢我们是用Ranger来代替Centry 做这个权限 这个授权的这个认证 授权的这个检查 然后CPU指令级呢 我们要求至少是要支持ABS的这个指令级 现在大部分CPU都是支持这个 这个分担性 那个聊完了这些坑呢 我们开始聊 4.x 你如果升级的话 你能获得的这些新功能 首先就是一些新的这个SQL的这个功能 SQL的语法 我们支持了所有TBCDS 99个查询需要的这些SQL语法 从4.0开始 你如果做TBCDS的Benchmark的话 就不再需要去手动改写任何查询了 直接跑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主要是引入了三个新功能 我们支持在Growby语句里 使用这个rollup cube 或者grouping sets这样的语法 然后我们在select list里呢 可以支持这个非关联的这个指查询 还有呢我们支持集合的这个交集跟这个差集的这个操作 我们知道union它是求并级的这个操作嘛 对两个查询结果求并级 那我们也可以对这两个查询 这个结果求这个交集跟差集 那这就是这个功能的意思 然后下面这张图呢 展示了一下这个group by rollup的这个例子 左边呢是三个查询 他们的这个union all的结果 三个查询 第一个是select 从这个表group by两个维度 然后做一个sum的这个聚合 然后第二个查询呢 是group by第一个维度 然后求一个sum的这个聚合 第三个查询呢 是没有做任何group by 就对整个表做聚合 那这三个结果的查询的结果呢 做一个union all聚合起来 我们在数据分析上 经常需要这样一些上卷的这个分析 然后在imparada 4.0开始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group by rollup的这个功能 直接写一个select语句 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功能 这好处是原来呢 你需要三个table scan 现在呢你只需要做一次table scan就可以了 这极大的节省了这个IO的开销 那如果你这个rollup里面这个维度更多的话 这节省的开销是指数级的提升的 然后在这个性能方面呢 4.4.x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改进呢 就是这个多线程的这个执行 我们知道imparada查询的执行呢 是分布式的去并发的去执行的 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去并发的执行 但在节点内部的 它也是可以并行的用多线程的去执行的 然后在4.0之前的版本呢 这个节点内的并行还做得不够完整 4.0之前呢只能在scan 还有这个aggregation 去做多线程的这个并行 然后从4.0开始呢 我们把所有operator的这个多线程的指示 都给做完了 包括这个join sort 还有窗口函数的指示 等等这些 都可以用多线程去加速 那这个基本能做到这个线性的这个加速比 那设置的方式呢 就是用setmt.n这么一个查询选项 来设置节点内用n个线程 来执行这个查询计划的这个分片 那这个设置了n之后呢 每个节点呢 对于每一个查询计划的分片 它就会起n个线程来跑 当然在n个线程呢 它也会共享一些数据结构 比如这个code gen 还有这个run time filter 还有这个hashjoin的这个hash表 等等这些数据结构 以达到这个更高效的这个运行 这个功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展示一下它的这个性能 这里横轴呢 是不同的这个并行度 纵轴呢 是这个跟并行度唯一的相比的这个加速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速比 基本上跟并行度是成这个线性的增长的这个关系的 所以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引入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基本可以做到打满CPU的这个状态 不再会有这个CPU使用率 无法耗尽的这个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功能上和性能上最值得一提的改进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可靠性上 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些新功能 首先介绍一下一个叫Result Boolean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在3.4开始引入的 首先介绍一下它的动机 我们前面介绍过Impala查询的执行 它是用分段流水线的方式去执行的 最后的这条流水线呢 其实就是用客户端来消费 就扣端是最后这条流水线的这个终点 那右面这张图呢 我们展示了一个例子 从Scan到Sort 这是一条本地的这个流水线 然后Sort呢 会对数据做一个本地的排序 然后最后呢 Sort的输出到这个Coordinator呢 这是一个最后的这段流水线 Coordinator会把这个数据传给扣端 所以最后这条流水线就从Sort的输出 到这个Coordinator里的这个规定排序 然后最后到这个客户端 这是最后的这条流水线 使用Impala的客户呢 应该都看过 Impala的查询有一个状态 叫这个Rows Available 这个状态呢就表示说 最后这条流水线可以开始生产数据了 客户端可以开始拉取数据 那我们用动画展示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Sort开始输出这个数据 然后Coordinator开始把数据回传给这个客户端 但在实际生产环境里呢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就客户端它的受限 它的这个计算能力 或者是网络的这个影响 客户端的这个消费速度 往往是赶不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生产速度 而且有一些情况呢 客户端它消费了 比如说100行数据之后呢 它就不再继续消费下面的数据了 比如说它要做一个分页的这个结果展示 如果你只展示第一页的话 那就只拉取100条数据 如果用户不点击后面的这个页面的话 它就不再拉取数据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条流水线的数据呢 就会一直保持在各个operator里面去 他们会一直在这个Executor里 占用集群的这个资源 其他集群 其他查询呢 是没法利用这些资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引入了Result Spooling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啊 开启之后呢 Coordinator会帮客户端消费这个数据 客户端消费的卖 或者是不消费 没关系 Coordinator代替它进行消费 那Coordinator呢 会把数据给拉取到自己的这个内存里 内存不足的话会溢写到磁盘里 然后这样之后呢 这个流水线上的其他的operator 就都可以被释放掉了 释放掉之后呢 这些Executor的内存资源啊 等等各种资源 就可以被其他的这个查询去使用 那这样就更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查询的这个 集群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 然后这个选项呢 这个功能呢 是在3.4引入了在4.0呢 我们默认开启了啊 如果你还在3.4的话 你需要set这个spoor result spoor query results 这个query option 等于true 然后去开启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query option 是控制这个缓存的这个内存 跟磁盘振用的 啊介绍result boiling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想介绍这个透明的查询 从事这个功能 啊我们impala呢以前是不做查询从事的 因为执行啊 查询的执行是流水线式的执行的 中间数据是不落盘的 啊如果有一个节点挂掉的话 那中间数据就丢失了 那如果要从事的话 他必须从这个啊 从头开始从事一遍 这相当于从头啊提交了一个查询 所以早期的话 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精力 是交由客户端去决定 要不要从事啊这个查询 但是随着上云的这个需求越来越迫切啊 我们发现这个从查询从事的这个功能也特别的重要 因为在aws上他有这个spot instance spot instance呢是比同类的这个instance的要节省九成的这个开销 但他要求你上面的这个负载是可容错的啊 因为他随时可能把你迁移掉或者把你关掉 那你上面的负载呢就要能容忍这个啊 节点故障这么一种错误 所以在4.0开始呢 我们引读了透明的查询从事这个功能啊 你的查询呢 如果是因为呃节点故障导致的失败 那coordinator就会帮你从事这个查询啊 coordinator会跳过这个啊 解析啊 升能执行计划这些啊 直接把你原来那个执行计划丢出去执行 当然他会跳过这些失败的节点 以防止你再度这个失败 那这功能还有一些局限性 就是DDLDML这种是不会被从事的啊 像insert语句这种 它是有副作用的 他已经把部分数据写入到外部存储 那从事的话 他需要外部存储去支持这个回滚等等 然后如果你客户端开始消费了一些数据 的话呢 那么这个查询也是没法被从事的 因为从事之后他这个查询顺序可能变了 结果的顺序可能变了啊 也很难去啊 回放到之前的状态啊 那开启这个查询从事呢 你需要set retry failed queries 用这么一个query option去开启它 当然呢 我们建议你再开启下面两个query option 一个是results pooling这个query option 另外一个就是spool all results for retries 这么一个query option 设置这两个之后呢 能尽可能的让大部分的查询都可以被从事 那这里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你设置了这三个查询选项的话 那我们还是附用前面的这张图 如果你的查询结果都已经开始了 最后一条流水线啊 开始可以被客户端消费数据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设置了这三个查询选项 那coordinator不会告诉客户端说我rolls available 那相反呢 coordinator会先把这些数据全部消费过来 然后再告诉客户端rolls available 让他从自己内存里拉取数据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有两个情况可以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这个状态 如果coordinator还没有开始拉取 不是coordinator还没有拉取完所有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节点故障 那那个coordinator可以透明的去从事这个查询 客户端并不知道有任何的这个故障发生 对他来说是透明的 然后第二个状态 如果所有的结果都拉到coordinator这边了 那如果有节点故障的话 那这个时候coordinator可以无视这些故障 因为这个operator他们的结果都已经被消费了 coordinator继续返回给客户端数据就可以了 这个不影响 那设置这三个query option呢 就能尽可能的保证你所有的这些查询都可以被重视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iceberg的集成 iceberg呢是一种开源的这个表结构 表格式 它跟Paket ORC这个文件格是不同 iceberg呢它主要专注的是这个表的这个原数据的这个管理 然后区别传统的hive表 传统hive表是把原数据写在mySQL以及利用这个文件系统 比如HDFS的这个目录结构来表示这个原数据 iceberg呢它是把原数据直接写到文件里 然后存到这个HDFS或者S3上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方面它可以有更高的这个扩展性 这个原数据的扩展性会更大一些 另一方面它把原数据存到文件里的话就更容易做一些这个快照 还有隔离等等这样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可以很方便的做到这个无复作用的这个表结构的变更 还有这个partition分区定义的变更 还可以它可以隐藏这个分区定义 那客户端不需要知道你具体的分区列是哪些 它可以去推导 然后它可以做这个时间便利 可以回退到这个老的版本等等这些 然后最重要的是iceberg不会产生不一致的这个原数据 因为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去操作它 你都得通过它的API去操作 那这些API就保证了这个原数据的这个一致性 你是没法手动的去增删这个这些文件的 OK那介绍完了iceberg呢 我们说一下iceberg的集成 我们在4.0开始呢就开始支持iceberg 然后在4.1呢这个功能就算是GA了做完了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基本的操作都是支持 比如说键表啊 插入数据啊 然后这个更改表结构啊等等这些 还有iceberg特色的一些展示历史版本啊 回退到某个历史版本等等这些都是支持的 当然iceberg还有一个VR版本的这个 这种类型的表啊 就是支持这个行级别的这个update跟delete 那这样的表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支持啊 这个的开发呢 这个的工作呢还在开发之中 但V1类型的表呢 所有的功能我们是都支持的了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在Paket读取方面的这个性能提升 Paket呢是impara支持的最好的这种一种文件格式 那在4.x呢我们又做了一些优化 比如我们开始支持这个延迟物化 那这在一些啊选择性比较高的查询 比如你就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数据的时候 而且你要读的这个列比较多的时候 这种场景呢优化会特别明显 然后我们Paket scan呢 可以读取Paket的这个Bloom filter Paket文件它是可以自带Bloom filter的 Paket scan呢把它读出来之后呢 可以跟这个下推下来的这个等值条件啊 进行这个作用 然后更好的这个过滤这个Paket的这个无效的这些roll group 然后我们在Paket上也做了这个Runtime的min max filter 这在一些排序列上效果特别明显 以及这个Runtime filter呢 可以作用到这个Paket上的字典上 如果你这列是字典编码的 而且这字典比较小 它可以被它也可以被拿来跟Bloom filter作用一下 然后更更早的过滤到无效的这个roll group 在ORC文件的读取方面呢 ORC library来读取ORC的这个文件的数据的啊 所以呢 呃我们4.x开始呢 我们支持把这个位置下推到ORC library里面去 那另外呢 我们也支持这个Runtime的enlist filter 它也可以下推到ORC library里面去啊 这些在性能提升上也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还有很多优化 我们要做到ORC library里 那这些呢 我们也贡献给了这个ORC社区 然后呢 在planner方面呢 我们也有不少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支持CNF的rewrite CNF的rewrite 就是说像这个包含all的这种条件呢 这种位置的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展开成用end连接的这种位置 这样呢 能更方便的做这个位置下推啊 比如你ORB 如果这两个A跟B的这条件 分别是对应不同的表的条件 那你把它展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别对它们进行下推 那更多的位置可以被下推下去 然后像这个selection from limit 这种简单的这个语句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优化 因为很多分析师呢 喜欢对大表啊做这种啊 不是 他们也不知道表是大表还是小表 他们就想探查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写了这么一个语句 那这种语句在大表上的话是 特别慢的 因为大表有很多的这个分区 还有文件 在4.x呢 我们也优化了这类查询的这个 plan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 关于窗口函数的一些下推啊 limit的下推 还有位置的下推等等 然后在可用性方面呢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改进 就是我们支持的VR版本的这个profile impara的每个查询呢 都会生成一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呢 追踪了所有这些instance的执行的这些matrix 这些指标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大集群上 这个profile 它的量会特别大 特别是你开启了mtdop之后 这个profile的量会更大 给coordinator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负担 所以在4.0呢 我们引入了VR版本的profile 它会对这些instance的这些指标呢 做一个聚合 然后最后展示这个聚合的结果 那下面这张图呢 展示了一个例子 我们对于value相同的这些 这些字路串的这个matrix呢 我们会把它们的key 给这个聚合起来 成为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key相同的这些matrix呢 我们会把这个 他们的value给聚合起来 只展示一下它的min max 等等这类个这个指标 这样的话就能大规模的这个 降低这个profile的数据量 比如swift的格式呢 我们有50%的这个空间的节省 然后如果是json或者text格式的profile 这个节省的代价会更大一些 然后还有呢 很多这个改进啊 时间关系 我们就没把细说了 比如说我们支持异步的这个code件 这个对于小查询来说 一两秒的这个查询来说 性能提升特别明显 然后我们在字符串里呢 支持utf8的这个语意的识别 语意的这些字符串的操作 然后我们在select list里呢 支持struck array这种 列的这个直接读取 然后我们也支持array的这个 行转列等等 还有imperlashare我们支持连接到hype server 还有我们e写到磁盘呢 我现在支持e写到hdfs还有s3等等 还有很多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去这个imperlashare官网上 去看这个release notes 最后呢 我们提一下这个roadmap 我们还会在很多方向上继续去努力去开发 然后在iceberg上我们会继续去支持这个vr格式的这个表 然后在嵌套类型方面呢 我们会支持比如说udf还有内建函数里 在这些函数的参数还有反围值 我们希望能支持这个嵌套类型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支持这个udtf 还有一些性能上的改进 关于嵌套类型的性能上的改进 然后在运行时的代码生成呢 我们希望这个ebo的code件可以 ebo的代码生成呢 可以被自动开启 然后我们也想引入一些code件的cache 或者更多的这个code件 更多的代码可以用code件 然后在原数据方面呢 我们希望这个原数据的这个加载 可以更细立度一些 在这个多线程执行这方面呢 我们希望做一些 比如说本地这些多线程的instance 可以做一个本地的聚合 等等的 还有更智能的推断这个并行度 等等的这些的这个改进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我们想支持更多的 这些utf8的这个功能 做到跟hive完全的这个建议 然后我们也想支持更多的数据类型 比如binary这样的数据类型 还有更多的这个文件格式 比如json这样的文件格式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g2 大家可以去g2上看对应的这些 这些issue 最后呢留一下联系方式 就是左边呢是社区的各种参与方式 有这个邮件列表 还有这个twitter slack等等 右边呢是我们国内的这个impara的这个微信 大家加一下这个微信 可以啊拉进这个impara技术的这个讨论群 欢迎在群里这个讨论技术 然后下面是我的邮箱 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技术 最后这个谢谢大家